131星島日報 買樓收租吸引力性炒股三大因素 2015年7月10日上車換樓精選其 02大行觀點5創業最近網上流傳一張港鐵圓線 屋遠住戶月入中委訴圖 有位於大報的補習社以此大賣廣告 並標榜子女未來住泰和環市銀湖天鋒 視乎暑假你的看牌 外奸批評者廣告誇張過分 嘩眾取寵 嫁懷細路 事實上 要小孩提早進入社會的大染缸 可能有點粗之過急 但不可否認的是 與樓市或樓價相關的內容 已經是普羅大眾最關心的議題之一 雪起樓市 更日有有柴問道 在股市暢旺下 炒股的回報 似乎遠勝傳統買樓收租抗通脹的概念 是否代表買樓收租已不可取 有統計指出 約購減物業稅 管理費及差響等 目前業主實收租金已大打折扣 可能只有2至3厘回報 另一方面 如進行人民幣定存 甚至購買債券 外幣或房地產信託基金等 似乎回報也跑贏買樓收租 再者 在股市暢旺的情況下 炒股可能再短短一兩週 甚至一兩日內以收獲滲風 大大跑贏收租南每年區區數個巴仙的回報 綜合上述資料 在現階段買樓 似乎並非明智之舉 不過 不者認為買樓始終有著一定吸引力 原因有3 股市波幅劇列 第一 以近日股市市況為例 內地股市異常波動 動接急升劇跌 連帶港股譯 股化 有報導指 小部分媽展客意在此波動時被迫斬倉 虧損連連 欲哭無慮 即使有較高明的投資者成功獲利 但正如不者身邊有朋友蓋攤 個市感錯 就算有錢贏都不夠買驚風扇食 可見如此高風險非人人可承受 反觀買樓收租回報是非常穩定 樓價走勢情穩步向上 第二 投資者扣入磚頭 除了升值或收租外 最大用處是可以自住 相比持有其他資產 如投資股市等指有指上富貴 與買樓的性質直然不同 始終難以比以 第三 樓市升的是有著周期升的 長遠而言是穩步向上 因此 買樓除了可收租外 還可搏樓價大升涉大茶飯 長遠回報可能以幾十巴仙 甚至倍數計算 因此 不者認為 買樓仍然是非常吸引的投資 所以 買樓收租吸引力不再 本人未敢苟同 最後 再回顧一下樓市現況 近期樓市一手持續熱銷 以二手則維持價高兩穩的局面 據本行前線分行所錄得的數字提供 綜合6月22日至28日的一週 全港二十大主要園 共錄得約三十二中二手買賣成交 比前一週約三十七中 按週下跌約百分之十四 連的兩週 反映二手交投表現偏遠 相信與一手吸走市場購買力有關 不者估計 除非市場突然出現重大利好或利淡消息 否則短期內樓市將難以突破一手望二手穩的情況 香港置業高級執行動是五創業 香港置業高級執行動 雖然是五創業高級執行動 尤其是五創業高級執行動 多次往前線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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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